沙特重大表态 石油美元根本不用谁去推翻 中国开了更广阔的新赛道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严实军 欢迎收看严实军论评 今天我们论评的主题是 沙特重大表态 石油美元不用谁去推翻 中国开了个新赛道 最近沙特工业和矿产资源大臣霍拉耶夫率团访问中国 期间他公开在媒体采访中表态愿意尝试新事物 包括在跨境原油交易结算中使用人民币的想法 对此持开放态度 同时他还呼吁欢迎金属及其人可再生能源领域的相关中企到沙特投资 其实这个表态也不是空穴来风 在去年11月 中国和沙特签署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 规模是500亿人民币对260亿沙特离尔 在今年6月 沙特加入中国主导的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 当时路透社评价 这可能是全球石油贸易朝着减少美元结算迈出的又一大步 自俄乌冲突后 沙特就持续摆脱美元石油的捆绑 我们都知道 现在美元霸权主要是靠大宗商品交易来维持 一旦中东石油用人民币或其他货币结算 那美元霸权直接踏一半 不过美元霸权以及西方主导了数年的国际经济规则和话语权 不是那么容易被推翻的 就比如说 前不久美国加大了对俄罗斯经济制裁 扩大了对其外国金融机构刺激制裁的范围 直接导致中俄结算收阻 多个跨国银行暂停了对俄结算服务 目前中国在研究解决支付问题 且由官方表态很快就会有结果 同时外界也在盛传 不久后的在俄罗斯举行的金庄国家峰会 也将着重讨论替代结算系统 只能说美国越把美元武器化 越是倒逼各国加速去美元化 像当年石油美元如日中天的时候 谁动一下念头就得生死国灭 比如萨达姆 卡扎菲 现如今包括沙特在内的很多国家 都公开讨论石油美元替代品了 从中可以窥见美国霸权的衰落 奚落东升 与此同时中国也在加快人民币国际化 像沙特 俄罗斯这样的国家 每年跟中国的贸易额都非常高 如果进行本币交易 效果是非常可观的 西方总是炒作 中国要替代美国主导石油美元 其实这种观点充满偏见 且没有远见性 中国没想着要取代石油美元 因为已经有广泛预测石油需求 达到峰值之后将会加速下滑 对石油的替代明显加快 所以说石油美元不用谁去推翻 它自己会渐渐消失 这也伴随着新能源的发展 原本西方在新能源方向走得更早 更快碳中和目标也是他们提出来的 但是近些年他们闭口不提了 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在新能源领域走得最远最快 包括光伏 风能 核能 潮细能等领域 中国在全球的市场占有率都是非常恐怖的 此外去年中国占世界新能源车份额高达63.4% 中国也是全球清洁能源投资最大的国家 这就是中国布局多时的新赛道 搞个新能源人民币也未尝不可 沙特作为石油出口大国 都有这种前瞻性眼光 积极转型发展新能源 因为他们知道只靠石油走不远了 这几年 沙特跟中国签了很多备忘录和协议 其中的重点就是新能源和数字化项目 而且人民币猫定的东西不会那么单调 除了新能源 我们还可以输出基建 通信等 依托一带一路项目 以及金庄国家上和组织等 走出一条独立于美元和西方经济秩序 属于中国自己的赛道 好 本期的话题就论评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